欧联杯第一轮小组赛展开争夺 英超禁旅布莱顿在主场迎战雅典AEK 布莱顿虽然卖了不少球星 但是本赛季的成绩依然很亮眼 前五场联赛赢了四场 排名第五 其中包括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曼联 难以想象布莱顿是怎么做到 在卖人的同时保持高水准 让人佩服 此次布莱顿出战欧联杯 对阵的球队是希腊超级联赛排名第六的球队雅典AEK 双方此前没有交手过 拥有主场优势的布莱顿没想到暴冷了 输给了雅典AEK 本场比赛布莱顿排出4-3-2-1阵型 若昂比佩德罗顶在最前面 格罗斯和法蒂连妹出击 马西 吉尔摩和三山勋搭档三中场 米尔纳 范黑客 胡利奥和埃斯图皮尼安 四后卫首发出战 斯蒂尔担任首发门将 布莱顿的这套首发阵容 总身价高达1.94亿欧元 而雅典AEK的首发总身价只有3640万欧元 差距比较大 虽然雅典AEK实力不如布莱顿 但却率先取得了进球 第十一分钟 哈伊萨菲开出脚球 希迪贝在禁区线附近投球攻门 皮球直挂死角 这个位置距离球门比较远 能够顶出这样的投球 水平很高 布莱顿早早陷入了困境 不过 在第28分钟 布莱顿获得了点球机会 若昂比佩德罗在禁区内被踢倒 裁判判罚点球 他亲自主罚 骗过门将 把球踢进球门左下角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第40分钟 布莱顿又丢球了 加其诺维奇点球点附近接到加西亚的传球 把球打进 布莱顿再次落后 布莱顿上半场控球率高达70% 但却只有四次射门 两次射政 进了一球 而雅典A1K上半场有七次射门 比布莱顿多了三次 进了两球 这样的场面还是有些出人预料 下半场布莱顿的运气不错 再次获得点球机会 依然是若昂比佩德罗制造的点球 依然是他自己主罚 依然把点球罚进 真是神剧情 双方再一次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不过 布莱顿糟糕的防守再次出现漏洞 旁赛在第84分钟 帮助雅典A1K打进绝杀进球 布莱顿这一次没能再扳平比分了 最终 布莱顿2比3输给了雅典A1K 爆出了大冷门 三山勋在这场比赛的表现不如人意 有些低迷 他尝试了七次过人只成功了两次 只送出一次关键传球 没有进球和助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